屏東戲曲故事館 屏東戲曲故事館位於台灣屏東縣潮州鎮 前身為日本時代的潮州裝藝廠 曾經也是就潮州郵局所在地 至今已有百年歷史 建築融合了日式與巴洛克式風格 外觀為清水磚牆搭配洗石子 屋頂則用黑瓦台灣檜木及浮山等材質 整體造型古樸典雅建築風格獨特 結合了傳統與現代元素 這座歷史建築 在見證潮州地區發展與歷史的角色上 具有一定程度的歷史價值與定位 經過修善後 這座建築成為了屏東戲曲故事館 用來保存在地戲曲文化資產 和傳承台灣戲曲的傳統 讓更多人了解和欣賞這些美好的事物 讓參觀的民眾可以近距離體驗戲曲之美 已經是春季末了 節氣也已經走到清明時節 可是卻未見於芬芬的天后 慶祝兒童節的寫生活動 在燕陽下進行著 大樹下和屋簷邊的陰影裡 積滿了許多小畫家 走進屏東戲曲故事館內 清涼的冷氣迎面而來 躁鬱的思緒瞬間得到了舒緩 鎮南台灣的陽光果真是威力十足 館內兩側則設有常設展覽區 介紹潮州地區的三大傳統戲曲 鴿子戲、布袋戲及皮影戲 同時也展示了豐富的戲曲相關文物 讓參觀者可以深入了解台灣戲曲的演變 和多樣性 展示櫃中 陳列著各種戲曲服飾道具和樂器 這些戲偶和文物背後 隱藏著無數的努力和心血 在視聽室裡 小作一回 螢幕上正播放著在地藝術家 堅持與努力的歷程 這些重要的文化遺產 是後代子孫必須了解和珍惜的瑰寶 屏東戲曲故事館 是重要的歷史建築 和展示戲曲文化的場所 走入其中用心地去觀看 這些有歷史的事與物 會將人們帶入歷史與藝術的空間裡 這街市裡有一個令人遐想的景點 摩乳巷是一條位於建基老街中 狹窄的小巷 當地居民往返於建基老街與長新路的捷径 巷內有著濃烈的歲月感 和浪漫的回憶 兩側皆為百年紅磚牆 因巷弄狹窄 與人相遇時必須緊貼牆壁側身而過 因此得名摩乳巷 近年來摩乳巷成為熱門的觀光景點 為了維護摩乳巷的歷史風貌 已難入文化走讀景點之一 如果你喜歡歷史和浪漫 可以來這條百年小巷走走 感受一下宛如時光隧道般的獨特魅力 不過由於小巷外處鬧事 也是當地居民穿接的捷徑 所以除了行人之外 也不時會有自行車和機車進出 在轉彎處取景拍照時 要注意一下前後路況 以確保安全無慮 潮州老城區裡 有著許多古早味的傳統美食 遊走在狹小的街道裡 不時會發現一些傳說中的名店 來潮州 好吃的肉圓 一定要來給他吃一下的啦 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 潮州肉圓是用蒸的 柔軟Q彈的外皮包裹著豬肉的內餡 在特調醬汁和蒜泥的加持下 這肉圓果真如傳說中那般美味 不錯吃哦 還有記得再來碗餛飩湯 湯裡的餛飩吃起來還蠻脆口的 有些像雁腳的口感 老店面的牆上有幾張照片 照片裡的那個人在吃肉圓時 笑得很開心說 來吃肉圓時 如果有空可以順便參觀一下哦 謝謝您的收看 下個影片再見了 謝謝我們 下個影片